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赚明 继续给大家分享我对电影艺术创作的理解和认识 我们接着来说《东城西旧》这部香港喜剧片的巅峰之作 上一集我给大家讲到了在《东城西旧》里 众位男演员的表现 那么这一集我给大家先讲讲 在《东城西旧》里这些著名女明星的表现 首先我们来说说王祖贤 不要说当年的王祖贤 即使到了今天 王祖贤仍然是很多男性观众心中的女神 在拍摄《东城西旧》之前 王祖贤他的荧幕形象和搞笑 根本没有任何的关系 可以说《东城西旧》里 小师妹的这个形象 对于王祖贤历来的荧幕形象 是一种完全的颠覆 那么这种在表演上的突破 对于王祖贤来说实际上是有很大风险的 那么这里就不得不说刘振伟 在设计角色的时候的高明 实际上王祖贤所扮演的这个小师妹的角色 他的喜剧效果呢 是把王祖贤原来所擅长的玉女形象 推向极致所导致的翻转所造成的 王祖贤所扮演的这个小师妹的形象 他仍然符合纯情 高冷 眉颜动人 这些玉女形象的基本设置 因此呢 他仍然符合王祖贤传统荧幕形象的大的分类 也就是说呢 没有完全的出圈 但是呢 他把这些特点推向了极致 那么就给小师妹的这个形象 贴上了极度自恋的标签 这自然就带来了强烈的喜剧效果 那么在这部电影中最经典的一段 就是王祖贤对着店家和店小二 讲的那番 你不要喜欢我的独白 这段独白呢 也把王祖贤这个小师妹角色的喜剧效果 表现的淋漓尽致 也成为了王祖贤演艺生涯中的一段经典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据说呢 王祖贤在东城西旧里 令人捧腹大笑的这些经典的独白 都是王祖贤自己创作的 这让我们看到了女神 也有顽皮搞笑的一面 说到王祖贤呢 我们再来说说刘家玲 刘家玲他在东城西旧里 也是完全颠覆性的表演 他虽然扮演的是周伯通 但实际上在整部东城西旧里 始终没有交代 这位反串的周伯通 到底是男性还是女性 他虽然是中性的打扮 但很明显呢 他喜爱的是男性 一开场呢 就对王重阳的弟子们摸胸肌 还为了没有能够当上他们的师母而抱怨 刘家玲在这部电影里的角色设定 和林行侠 王祖贤 张万玉 叶宇清他们完全不同 他这个角色可以说和女性 没有任何的关系 所以说呢 刘家玲在这部电影中的颠覆性之大 是他整个演艺生涯中都非常罕见 如果你熟悉香港喜剧电影的发展的话 你会发现刘家玲在东城西旧里的表演 和另外一位著名的香港女喜剧演员很相似 那位喜剧演员呢 就是吴俊儒 我们前面提到过 1993年的时候 王晶还拍摄了另外一部 武侠喜剧 507公主 而那里边呢 吴俊儒所扮演的角色设定 和东城西旧里刘家玲的角色设定 非常的类似 都是穿着中性 说话大大咧咧 唯一不同的是呢 在507公主里 吴俊儒的角色 她是喜好女性 那么在东城西旧里 刘家玲的角色 是喜好男性 从这两人来说 刘家玲的这个周波通的角色 要更为突破 更为颠覆 喜剧效果也就更为强烈 所以说呢 在东城西旧的这批女演员里 最豁出去的就是刘家玲 说解刘家玲的演技 和她的演艺生涯 很多观众并不是非常清楚 因为刘家玲在她的演艺生涯里 经常扮演的是女二号 而不是女一号 刘家玲本人的性格呢 是非常喜欢热闹 外向开朗性的 但有意思的是 她所创造的一幕形象 更多的是偏近的 那么刘家玲把这种一幕形象 和自身性格的差异 处理得很好 这里呢 我可以建议大家 如果想体验刘家玲演技的话 可以看看刘家玲少有的 担任女主一号的一部电影 名字叫做自书 那部电影呢 讲的是自书女的生活 是一部相当不错的电视作品 那么再回到东城西旧这部电影 这里呢 有一个花絮 那是张学友说 之所以东城西旧 刘家玲拍的如此卖力 是因为在片场的时候 刘家玲张罗了大家一起打麻将 那么张学友 打麻将的瘾也很大 不过呢 他面对一辈子 都在麻谈驰骋的刘家玲 也只能甘败下风 所以张学友开玩笑的说 几乎所有东城西旧 拍片的片酬 都进了刘家玲的口袋 也许刘家玲赢了钱 心情大好 所以才在东城西旧里拍的如此的颠覆 另外一位在东城西旧里出现的女明星 就是林静霞 那么林静霞在东城西旧里的角色 是中规中矩的 像当时的香港电视圈 只要林静霞出现在武侠片里 他就是票房的保证 他想怎么演都可以 那么林静霞无论是演什么角色 他最经典的形象 就是回眸一笑 笑江湖二 东方不败里是如此 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里也是如此 前面提到王祖贤在一幕上的形象 是很多男观众心中的女神 不过呢 当王祖贤和林静霞 在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里 同时出现的时候 我们才会发现 林静霞 才是独一无二的长青女神 也可能正是因为如此 在东城西旧里呢 谁也不忍心让林静霞彻底颠覆 他女神的形象 因此 林静霞所扮演的公主 应该是东城西旧里 比较正常的那一个 但因此呢 也就让林静霞在东城西旧里 相对暗淡了很多 东城西旧里出现了另外两位女明星 叶宇清和张曼玉 她们的戏份呢 并不多 不过这里呢 我要多说几句关于张曼玉 实际上张曼玉在拍摄了甜蜜蜜之后 后来又成为王家卫的御用女明星 因此呢 在很多观众的心里 张曼玉就成为了极有气质的 文艺篇女神这么一个形象 但张曼玉在她的影视生涯里 创作过多种多样的荧幕形象 像《东城西旧》里的国师 虽然戏份不多 但是喜剧效果非常明显 在我们屡次提到的 武侠喜剧《古灵七公主》里 张曼玉呢 也把一个单纯刁蛮的公主形象 刻画的火灵河线 更不用说在《家有喜事》里 她和周星驰联手 演绎了一段经典的 模仿人贵情未了的喜剧桥段 所以说张曼玉 她演绎喜剧的功力还是很深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呢 是我非常喜欢的 香港动作片的经典 《东方三峡》和她的续集 《现在豪侠传》 那里边张曼玉出演的是一个 脾气非常暴躁的女侠 可以说那个角色的形象呢 和她后来在《花岸年华》中的形象 天差地别 但张曼玉把这两个 差别极大的一部形象 都塑造得非常完美 这也再次证明了张曼玉 惊人的表演天赋 总之的《东城西旧》 是香港电影史上 乃至华人电影史上 都很难再复制的 一部经典作品 她借用了 《会智人口》的金庸武侠作品 《十零行传》 但实际上 她的情节 角色 都经过了喜剧的再次创作 荒唐 搞怪 滑稽 刘正伟的导演 激发了所有参演明星 追求喜剧效果极致的创造力 正是这些主创人员 在这部作品中 对于喜剧极致效果的不懈追求 才让这部电影成为了喜剧的经典 那么讲完香港电影圈 几部经典的戏仿类喜剧之后 我再说说大陆这边 戏仿类喜剧的创作 那么这里边值得一提的是两部作品 一部是电影 一部是电视剧 电影就是众所周知的 冯小刚拍的第一部喝水片 《甲方乙方》 《甲方乙方》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戏仿类的戏剧 当然了这个剧本它是基于王硕的小说 你不是一个俗人而改变而成的 王硕的这部你不是一个俗人 它本身就是一个突发奇想的故事架构 而这种故事架构呢 对于喜剧电影创作是非常有利的 为什么喜剧小品创作容易 但是喜剧电影的创作呢 就很难 这里边和时长有很大的关系 电影的时长一般是在一个半小时以上 那么小品的时长呢 一般不会超过15分钟 所以喜剧电影在超过一个半小时的时长里 必须不断地用喜剧效果来冲击观众 但同时呢 又不能让观众感觉到这些喜剧桥段 是简单的堆砌 仍然需要观众将这些喜剧桥段串联起来 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 另外呢 这些喜剧桥段必须在喜剧效果上 让观众有不同的感觉 否则的话 在一个半小时以上的时长里 就很有可能对同样的喜剧效果产生审美疲劳 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到 喜剧电影的创作要比喜剧小品难上很多 举个具体的例子 像前年比较火的第一期一年一度喜剧大赛里 有一部完全是天马行空的作品 叫做父亲的葬礼 那个小品呢 他把荒谬推向了极致 所以成为一部经典的喜剧小品 当时在座的评委 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 都被他惊人的喜剧效果冲击到了 但是像这样的创作 它适合于小品的市场 不适合于电影的市场 那么回到甲方乙方 甲方乙方之所以能成为喜剧的经典 就是它的基本故事架构 一帮年轻人 开办好梦一日游的业务 才能把几个看似荒谬 突发奇想的 完全没有关系的喜剧桥段 有机的联系了起来 这就保证了这部喜剧电影 整体的完整性 而具体到每一个片段故事呢 它又可以不受约束的展现想象力 因此就让这部喜剧电影 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所以说甲方乙方这部大陆的经典喜剧 首先得益于王硕 他小说所打下的基础 这里我多说一句关于王硕 王硕是中国作家里 少有的几个 可以真正配得上 加这个称号的人 他也是把自己对文学创作的追求 推向了极致 很多人关注王硕 是喜欢听王硕 嬉笑怒骂的那股惊味 但实际上 王硕真正吸引人的 是你如果按照时间的顺序 去阅读他的文学作品 你会发现 王硕在他的文艺创作过程中 是不断的思考 不断向前追求的 他在思想高度和深度上的变化 绝对是中国现代作家中的佼佼者 那么在王硕写的这部小说的基础之上 冯小刚最大的贡献 就是他挑选了这部小说 同时呢 他又通过极具天赋的 喜剧电影指导能力 拍摄了一部极为优秀的喜剧电影 不过否认呢 在冯小刚的事业道路上 王硕对他的影响很大 因为冯小刚他是出身于编剧 如果我们去看冯小刚早期的编剧作品 几乎一大半都是改编 王硕的作品 而冯小刚在编剧界 一句成名的 正是他作为编辑部故事 这部经典喜剧电视剧的编剧之一 而当时与他同为编剧的 一个是王硕 一个是马维都 而对于王硕和马维都来说 参与编辑部故事的编剧 是一种爱好和追求 但是对于冯小刚来说呢 参加编辑部故事的编剧 则是他事业的起飞 也正是因为如此呢 网上有一些人 贬低冯小刚 说他是王硕的跟班 说王硕和他的好友们 都看不上冯小刚 还给冯小刚起了一个缝裤子的外号 但这种说法的人 实际上根本不明白 北京人起外号的真正意义 北京人互相起外号 尽管有的外号是带有侮辱性的 但实际上起外号 代表的是一种亲近 如果王硕不认可冯小刚 不把冯小刚当朋友 他绝不可能同意把自己一大半作品的编剧 交给冯小刚来处理 而且呢 如果你看过早期王硕作品所改编的电影 像一半是火焰 一半是海水 大撒吧 永世我爱 你会发现 冯小刚在编剧上 忠实王硕的援助 做的是相当不错的 也正是因为如此 王硕 马维都他们 在参加编剧部故事编剧的时候 才会接受冯小刚的加入 贬低冯小刚的人 经常会引用马维都 叶经他们 对冯小刚的一些 看似是贬低的言论 但实际上真正的老北京 如果看不起某人的话 根本对他连提议都不会提 他们之所以能够当众说起冯小刚 就说明他们把冯小刚当朋友 既然是好朋友 当然什么话都可以说 好的坏的都可以讲 王硕的身上也是类似的风格 因此不要再去质疑 冯小刚的电影创作能力 和对电影艺术价值的追求 他能够在甲方乙方 不见不散 没言没了 举得了巨大的 起居贺岁片的成就之后 转而在一声叹息中 进行不同风格的探索 之后又拍了《天下无贼》 《夜宴》《集结号》 当时有人就说 这是因为冯小刚 在起居创作方面将能裁尽了 但很快 冯小刚就用《非诚勿扰》 打了这些人的脸 冯小刚除了在导演上的天赋之外 他另外一个不被人注意的天赋 就是在于如何创作 一部好的电视剧本 那么关于这方面的情况 我下一集再继续给大家分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